各位观众你们好 又回来原来中医这个节目 上两三个星期我们就讲了中医里面的气功 可能各位如果对气功有兴趣的话 或者可以再深入研究 今个星期我们又讲第二些题目 Tracy 你好 我想问你最近这么热出街 人又热出街的时候 人们是否稳定的 稳定的 会很暴躁 如果你有没有小朋友 我没有 有时候我们去茶餐厅或者到处走一走 见到有些小朋友鬼想不闻症 说些都不听 妈妈又骂他 你见过这些情况多不多 很多 现在小朋友都比较好动和活跃 是吗 是吗 你没有想过 会不会有些病 会有些病 因为早前你也知道 有些素化剂的东西 不知道会不会吃素化剂 会有影响吗 生殖器又像粒米 影响得这么厉害 所以我又觉得 今集不如讲一下 小朋友这些情况 可能这些真的病也未能 应该要了解一下 是的 我们今次就讲一下 所谓的自闭症这个情况 自闭症中医来说 我们又没有特别的名字 但我们有特别的名字 就是五持五远 稍后讲到的时候 我会讲一下 在中医的角度 什么叫五持五远 和西方医学的自闭症有什么关系 今次我们很高兴 请到两位嘉宾 来讲讲自闭症这方面 好 他们就是 Inspired Kids Workshop 的两位counselor 在我左边这位就是Lawrence 那边那位就是Suki 两位好 大家好 你好 刚才讲到素化剂有没有影响 其实 素化剂是很难说的 因为我们暂时的研究 也未有科学法的研究 指示到素化剂和自闭症等 有些直接的问题 是的 那你也知道 我们看到那些小朋友 这麽活躍 有时想测一下她 但现在又不容易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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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 其实那些小朋友 这麽活躍 我们一走过去就会觉得 这个小朋友有自闭症 或者她有没有 什么是自闭症 或者有什么成因 有什么特征 其实自闭症的成因 现在大家都在研究 未有一概定论 但最主流的意见 都会觉得是 遗传引起 遗传 主要的是DNA 因为DNA有问题 但你会见到 例如小朋友是自闭症 但未必见到 父母是自闭症 是自闭症 所以可能是基因体出现了问题 令到她成长的过程中 有一些问题 所以才会出现 也有一个说法 是说 关于脑部的结构 是会有异常的 但始终要让她们出生 即是证实了有问题 才拿去做这些研究 所以未有一个定案 在说是因什么 其实如果 怎样才可以 发现到 小朋友是会有自闭症 或者她有什么动作 行为 可以令到你觉得 原来她有什么征兆 其实自闭症的小朋友 最明显的一个症状 就是你会见到 她会有一些重复 而又没有什么意思的行为 例如玩手 例如拼手 或者是眼睛 会周围望 但她只是望定一个位置 对 或者是她会玩的时候 你见一般小朋友 可能会和其他小朋友玩 但她们不是很喜欢 跟其他小朋友玩 眼神接触也会比较弱 而她们的兴趣是比较狭窄 而且很局限于 例如小朋友喜欢玩车 她可能只喜欢玩车的车车 只会转车车 也有很多不同的症状 可以见到 这么有趣 如果我喜欢玩钱 就只玩钱 那次 那次 刚才Suki说 在围传 其实我们中医 也有一些先天的东西 和神有关 中医说 神是先天的 就是父母传来给我们 我们基本上 没有选择要和不要 就是什么都要 所以说父母有什么事 通常我们都容易有那种情况 这个都很符合中医的理论 但是我想问 其实自闭症 在西方医学来说 有没有什么定义 有什么定义 什么是自闭症 其实自闭症最主要 刚才Suki说了 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社交方面 他的眼神接触 又或者在社交技巧上面 什么叫社交技巧 比如说 麻烦 又或者他明白 别人的一些肢体 语言那边相对弱 第二方面 就是语言发展方面 比较遲緩 因为语言的发展 大部分是在社交的机会 那里学责 是 小和人接触的时候 学说话就会慢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 最低起心肝 去真的找小朋友做评估 就是因为他说话慢 是 正常小朋友可能两岁 两岁多 由单指说 会说越长的句子 但父母发觉 哇死了 他三岁 还说话 半孔水 甚至乎没什么声气 就是会低起心肝 跟小朋友做一些正式的评估 通常那个时间 就会最大机会发现到 最大机会发现到 最后一个就是Zuki刚才说的 一些有趣的行为 一些偏执性的行为 一些重复性的行为 一些偏执性的行为 如果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又 有时听到 有些自闭症的儿童 有些很聪明 有些是比较不聪明 其实他们明白 别人说什么 只不过他们是难以表达 是吗 是的 我听到 比如电影里面 有麦迪文 好像天才儿童 那些是否有分开 有些没那么聪明 基本上自闭症 都定义为一个广泛性的发展障碍 所以那条线很阔 有一些是很聪明的 亦有一些是比较差 亚士保加症 亚士保加症 现在很多人都听 我们通常视亚士保加症 为一些比较厉害的 自闭症的小朋友 他们基本上 言语是正常的 智力亦是正常的 所以其实他们 是会进入主流的学校 可以读到普通班 只不过在社交 和互动的技巧上面 他们是真的弱些 他们譬喻 他们不会很看到 别人的面色 或者他不太知道 他很想跟你玩 但原来小朋友 面部表情告诉你 不喜欢 他们是理解不到的 而且在一些调解困难 或者有纷争的时候 他们的处理是比较弱的 所以这类的小朋友 比较喜欢自己玩的 处理困难的情况 亦都比较弱的 亦都少跟人家沟通 哦 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得选择 当然是选择 亚士堡加精 很好 其实我又回应 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中医的自闭症方面 我们没有自闭症的名字 但中医有一个 五持五软的定义 五持的意思是 站也持 走也持 走也持 说话也持 头发也持持 还有出牙也持持 所有东西都是持有关的 五软就是 头和颈好像软来来 好像没什么 撑住 口就说 好像吃东西也持 手啊 手又软 肌肉又软 中医其实就是 在这方面 一见到 例如像刚才阿舒奇 你所说的症状 我们就会归入了 在五持五软 那里 其实就是 中医在这方面 就是说 最主要三方面 肺 肺 肾 肾 肾 这些很有影响到 一个小朋友 刚才我说 肾是先天的 爸爸妈妈给你的 没得选择 要同 都是 我们中医 我们经常听到 哇 补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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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人的根本 如果补肾 足够的话 一个小朋友 就生长得好 活活 这个是先天 出生之后 就由脾胃负责 由你喝一口奶 开始吃得好和不好 都是由脾胃负责 脾胃 跟西医的脾胃有点不同 西医的脾胃 你吃得好 吸收得好 那你又会 小朋友快乐健全些 如果吸收得不好 又会影响到 一个小朋友可能 智力发展 或者说话 我们中医的理论 都会是这样去说 肺就是 肺就是 我们叫做 主器 我们叫做 推得移动 令到你吃了的东西 走远全身 又健健康康 基本上 这些特征 其实又是相关的 我们中医临床上 又没有特别分开 什么阿士保加征 但问题就是 都看到有些 真的聪明一点的小朋友 这样的 来到的时候 我们中医又 医这些小朋友的时候 根据我们中医的辩证论治 有什么症型 所谓症型就是 是说 风寒 风热 这些是正型 所以又不同 这些是中医的理论 我又想问 你临床上 家长带小朋友来的时候 通常跟你们说些什么 多 一来到的时候 他不会说 我小朋友不行 你搞他 不会的 他来到的时候 通常问你什么 通常都是 都直接的 通常家长来 都带小朋友来 我们会和他做一个简单的评估 看看他有什么情况 其实大部分的自閉症小朋友 都是中了刚才我们所说的 三个特征 不过自閉症小朋友的特别之处是 每一个小朋友的特征都不同 是 有没有分男女 有分 但主要是男孩也有很多 男孩也有多 女孩也有少 是不是男孩还比较 一比四 比例太弱 你知道我们男孩通常都是 四副男孩 有些字笔症很乖 有些字笔症很乖 是吗 有些字笔症很乖 坐得很定 而且是会 你教他数目字 英文字笔 坐得很定很乖 有些小朋友 他们那些 偏执症行为 或者偏执症特别的兴趣 是在数目字 英文字母方面 他们学那些串字 学加减数快很多 是 很多时候你说那些 天才很棒的小朋友 很多时候对英文字母 和数目字有特别的兴趣 和触角很快地继续 我有一个小朋友 是 是 其实他从 如果看 即是计字笔症 其实他从 中间严重程度 是 他现在可以计算到 是 份数加法 很厉害 二份母 他真的通份母 很多时候他计算 约简 他计算完一份 我想 是不是这样约 他计算得法国 可以是 很厉害 我到现在 我连这个份数也有些困难 我也是 已经 忘记了我 原来这么有趣 除了家长来到 其实家长有没有说来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会不会说 我想个小孩完全好 或者家长基本上来到的时候 都知道这个病 或者我叫病 是一个漫长的事情 那你心目中有没有什么期待 大部份家长都是期望 我小孩进入主流学校 是 现在 接触到我们的小孩 多数都是中度至轻度 大部份他都在读一些 可能是一些 我们叫做特殊的教育训练 是 他最大的心愿 都是进入主流的小学 或者是主流的中学 但其实中央的挑战挺大的 是 是 如果其实中度至轻微 都已经很难 如果是高的话 高度的话会是怎样呢 因为如果是严重的接规小朋友 他又不是纯粹只是 在社交言语方面 可能是智力方面也有问题 是 如果去到那个位置 就已经没有可能 会进入主流的学校 相对困难 机会会少些 或者有些肢体上 都会有些障碍 例如他走路 他真的走不到直线 或者可能到六七岁 他们都没整式开始 可以自己去到洗手间 或者可以自己着衣服 所以那些也会有些困难 那其实会不会有一个治疗的方法呢 治疗的方法 治疗的方法 我们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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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就是行为辅导 行为治疗 是 但有个时间会是多长呢 对一个小孩来说 这个都是家长 经常会问 他问他Lawrence 究竟要回来中心 搞多久 是 那是钱 是的 这个都是家长最关心的 很难一距离 如果你说 我们自己的经验 很多时候是三个月至半年 会有一个基本的改善 譬如是说他上堂的纪律 秩序 行为上 行为上 譬如很简单 你跟他出街 过马路可能会更定 跟着你 拖住你 又或者是 听家长说 可能跟亲戚朋友吃饭 一大围十多人 可能可以坐到 一围晚饭的时间 过几个小时也不简单 对于治疗症小孩来说 他们情绪上 是很难控制到的 是的 嗯 如果医师 如果是中医方面 这方面又如何可以医治 我们中医 我们医 其实针对 刚才我说 那个疾病的原因 都是跟肺 肺 肺 肾 中医来说 其实我们最主要 跟西方医学 那个医法 有点不同 我们最主要 我们辨别 那个疾病 那个原因 那我们临床上评论 有些小孩是 很紧疹 教育都不听 那我们又会考虑到 可能他小孩本身 身体里面很热 那你也知道 我们人热 我们自己都很紧疹 如果小孩热 更加慢 那我们又会考虑到 这些情况 那另外 刚才有说 有些说 譬如 头发小的 那些牙出得迟 说话迟 那我们又会考虑到 究竟他是否可能 因为后天的脾胃 吸收得不好 因为脾胃很重要 就算脾胃脾胃 那我们就算 我们后天吸收得不好 我们不够食 手软脚软 对不对 另外就是 我们吃得不好 头发也会容易脱脱 多些 头发沽黄黄 容易脱脱 那其实 你知道 我这样的年纪的时候 我都想吃多些 因为不然 也会容易脱脱 不要担心 你一个脱脱 不用怕 你未曾是一个自闭症的人 那我们中医来说 医就是针对这些所谓的症状 当然 除了我们用针对的症状之外 我们通常就说 吃中药 吃中药 基本上有一些中药 就特别是对路部的发展 脾胃好些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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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 亦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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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那些小朋友 考试之前 就算他不是自闭症也好 家长带他来看病 想开些药 让他们聪明些 考试得更好 我们通常是开些健脾的药 令到他养心安神 亦智人 有些石窗袍 软智等 令到小朋友 学习好些 这个是在所谓的 中药方面 但中医治病症 我想你们平时看报纸接触到 都见到很多 又有针灸 又可能跟他推拿 其实是很多方面 看看我们小朋友 临床来到的时候 然后究竟是什么事发生 其实我的临床经验就是 例到的时候 除了给他吃中药之外 加上针灸 推拿 又或者 为什么我们今次 叫你们两个上来 因为我也知道 我们和你们合作过 就是说 有些小朋友 在行为治疗方面 大家这样 中西合璧 这样去夹 效果好像很明显 明显 明显 所以为什么呢 所以今次我们的节目 特别是说这件事 我又想 中医方面 我又想再问一问 其实Suki 你说女生比较文艺 但女生会不会发脾气 女生会发脾气 女生会发脾气 自卫症的小朋友 明白 特别难交些 其实没有很明显看到 比如男生和女生的分别 但是 说他们为什么会发脾气 我想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言语发展比较相似 简单来说 如果我现在不让你说话 但你又很想表达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明白他做什么 他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很自然他会生气 即是他不能沟通 是的 沟通不了 其次是他们可能会用一些 社会认为不恰当的行为 去表达自己 他其实以为自己在沟通 可能他很想吃东西 他会不断打架台 其实是在表达他很想吃东西 但可能身边的人不明白 或者大家都不理解这个行为的时候 就觉得他在发脾气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沟通出现了问题 所以令到小朋友就特别容易 就是好像很猛疹 或者好像特别多情绪的问题 如果这样那么厉害 那你们中心 特别是在行为辅导那边 是比较强行一点 那你们怎么教他 如果真的要详细解释的理论 都真的要花三四堂 这么厉害吗 不如简单来说 我们要找回小朋友的行为本质 譬如Suki所说 如果他发脾气 究竟他为什么发脾气 他这么小时很难表达 你问他就问不到 所以教他讲话 其中一个教他讲话 是其中一个很大的训练的范围 会不会牵涉到有些语言治疗师 都会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小朋友 都不单来我们那边 会有些语言治疗的同事 会帮忙 他们真的是那方面的专家 比较多些 除了这个之外 我知道你的行为治疗 其实西方方面的训练 其实都有很多 比如说行为 认知 感觉 语言 音乐 很多这样的东西 其实你们有没有用其他方法 就是行为治疗方面 我们集中用行为治疗 是 如果你说感统治疗那边 就会是职业治疗师 会做得多些 音乐治疗 音乐那边的同事会做得多些 是是是 可能就是行为多些 哦 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讲了这么久 其实可以说上半场 我们又讲了自闭症 什么是自闭症 什么是自闭症 成因 特征 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 又讲了 自闭症可能 就是关乎先天 五辞五远 这些情况 跟着来说 其实呢 我们跟着下一部分 节目 就是下半场 我们又会详细讲一下 这个自闭症里面的时候 或者你们讲一下 详细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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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书哲au是怎样做的 因为我们也想知道 你们的书哲au是怎样帮助小朋友 跟着我们 我们中医的那方面 和你们怎样夹事 因为我們已开始了 是 一段时间 那么看一下 怎样一起去做这个 情况 好吗 或者差不多時間上半場之前 我又想講一下自閉症方面 其實剛才說的男和女有否分別 其實為何會說男人會比較多自閉症的情況 其實現在我們現在有的資料看回 是DNA的X-Chromosome的染色看出問題 X-Chromosome是男子爸爸那方面 所以很多時候男子的機會會比較高 因為他身體沒有X-Chromosome 原來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我們差不多上半場已經結束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姚宜思雅我想問西方對致弊症方面的治療 中醫方面的性型是怎樣的呢 中醫方面 中醫方面 中醫醫病跟西方醫學有些不同 我們經常說辯症論治 辯症的所謂的症 我們那個症是延至邊 症人的症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字 我們就是說 在臨床上 在一個疾病發展某個階段所發生的事 我們那個叫症 臨床上 其實有分開幾樣東西 剛才說的時候 有些小朋友很橫皮 我們中醫會來到的時候 看看他們怎樣橫皮法 其實大部份 我們歸納都是一些脾胃積熱的 脾胃積熱的小朋友 其實我們看到 有些小便可能會有些偏黃 因為你的人熱 還有看小朋友吃些甚麼 例如他喜歡吃 雖然小時候 但有時吃一些辣一點的東西 溫熱一點的東西 我們將於說吃了之後 第一度防腺下去就是脾胃 如果後天都是熱的話 影響到五臟六虎 大家都一起熱 這個時候 我們懷疑他屬於一些 脾胃有火有煙的時候 我們臨床上 就會用一些湯水 或者是中藥去幫他 這些方面 我們有代表方 叫陸味地黃湯 陸味地黃丸 我想你們 就算成年人 都可能有聽過 陸味地黃丸 好像甚麼丸 甚麼丹 仙丹 是的 其實都是先丹 其實都是醫到病 基本上他是針對 這個小朋友脾胃積熱去用的 另外我們就有些小朋友 就很安靜 有不同人溝通 我們就叫脾胃、膽怯 膽 因為忠醫經常都說 沒有膽肥女來的 真是說他就不夠膽 膽是令到一個人夠膽量去說話 這方面 中醫來說 我們又會用一些中藥 我們代表方 可能用一些零貴術金湯 這些說話都比較複雜 但如果觀眾看到 你們先聽了 為什麼呢 自閉症真的需要醫師去臨床上 看看是甚麼方 我來介紹一下臨床上的情況 還有有甚麼代表方 假如你們想找些甚麼方 要吃的話 先問好意思 另外有些性格很散難 即是沒有心機拿起本書 讀一陣書 好像都不想讀書 好像我也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我們喜歡說 就叫做心氣虛 心氣虛 這個也挺奇怪的 這個就是說 臨床上 都是那條舌頭比較紅 還有我們喜歡說 這個就牽涉到 腎水不足癌 影響到心氣虛弱 這個就比較 說起來 心氣虛這個病 好像比較突然 但這個是中醫的說法 中醫就會用一些 酸祖仁湯去幫忙 酸祖仁湯 酸祖仁湯 你聽到 酸祖仁 我們經常都睡不著覺 經常吃酸祖仁的 這個用的方面 都挺好的 假如有些小朋友 睡不著覺之外 夜晚可能都會出汗 其實很多小朋友 晚上睡覺 都會出汗 這些我們都是一些 虛漢 你叫做渡漢 臨床上又會加減 加一些浮小麥 這些什麼 貓麗 蠔殼 這些這些 幫幫忙 另外有一些 我們叫做 記憶力很差的 我們叫做 心腦發展都沒有健全 這個剛才 可能我也有少少 因為記憶差 年紀大其實 終於說 腎氣很差的時候 記憶力都是會差的 但是小朋友剛才所說 先天不好的時候 跟那個神都有關 記憶力不好的時候 究竟吃些什麼呢 我們喜歡其實 有些荒藥 叫做 桂枝甘草龍骨馬鈴湯 這些名字 其實最主要來說 就是 養心 安神 這樣幫他們 剛才就說 如果記憶力很差 剛才有 憶字仁 石窗袍 軟字 這些 幫助小朋友 吸收得好些 老婆發展也好些 他們又會定些 記憶力好些 另外有些是先天不足 先天不足就是 神器不夠 如果父母本身真的都有 他們生出來的小朋友 都是比較差些 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中醫 這些 也會用六味地黃湯 六味地黃丸 幫他們守 總之 補回神 最後還有一種 我們叫做 看來的小朋友 瘦瘦瘦瘦 頭髮又稀疏 又呼呼黃黃 我們這些 其實好像 常常我們都說 生跡 可能有些生跡 因為我們喜歡說 這叫金症 即是營養不良 都是跟一些先天不足有關的 那這個呢 先天不足有什麼做呢 中醫說 就是補回後天 補脾胃 補脾胃 來來去去 都有一些 譬如說 我們中醫說 有些心靈白術散 親靈白術散 這些 補回脾胃 之後他吸收也好 那就會好很多 那這個呢 當然要看那個小朋友 吸收能力好不好 如果有些小朋友 基本上就是 他後天 脾胃都不好的 有些很容易會磨肚的 那一吃了之後 就磨了一大罐出來 那又可能更加慢些 那首先 那個脾胃真的很重要 補好脾胃之後呢 它吸收好些之後呢 又會好些 那這個呢 就是中醫 看那個不同的自閉症 那個症型 但是 我剛才又會想回 咦 跟Suki Lawrence說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相關的 那我們呢 其實你為什麼 特地問一下中醫 又問一下西方的那個 醫學問一下自閉症呢 因為其實來說 大家是有相同共通點的時候 那我們 著手去幫小朋友的自閉症 甚至乎家長 其實都要幫忙 對不對 因為家長好像 為什麼呢 出到街 如果有些人看到 小朋友 哇 坐不定的 其實第一句 心裡可能這樣 沒有家家 是 是嗎 其實呢 我想問Lawrence 你們會不會照顧家長 其實會的 其實很大部分 我們的訓練內容 都會照顧家長 原因是 很多時候 小朋友來我們中心做訓練 其實 你可能一禮拜來一次 一個禮拜來兩次 每次都來一個小時 但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回去跟他家 還是媽媽照顧 多一點時間 很多時候我們會趁些 下課 跟家長匯報 那個時候 解釋我們上課 做什麼之外 家長就問 放學 回家做什麼 我就解釋 你可以這樣做 配合 試管功倍 否則我們 訓練那次做一套 回家做第二套 成效就會打得折扣很多 但是 你也知道 我有時 在公共交易工具 都看到 當面罵我家長 小朋友沒有假假 你怎麼搞 走來走去 其實家長如果聽到這些 這些說話 很難過 但你有沒有安慰一下家長 其實 家長那方面 你也知道 他本身也不想自己 有自慰症 但有些情況 如來的時候 卡長有沒有在你面前 或者掃苦 或者哭 很多時候都有 都做過 真的要輔導一下他們 真的有一個媽媽 來到我面前 她哭得很厲害 我就以為兒子有什麼事 但她原來的情況 就是她帶小朋友去搭電車 你知道 小朋友要帶很多東西 媽媽就揹著一個大背包 有個小朋友在前面 小朋友都五六歲 電車只有一個位置 她要揹著背包 又要擺兒子在前面坐 小朋友就經常踢到旁邊的女士 那女士就踢了兩三次 其實那女士已經 已經示意過 你不要再講 已經很煩了 接過幾次了 然後那女士就真的起來 對著媽媽說 她說你怎樣教兒子 有椰山舞打招呼 即是說得逐一點 那媽媽就很不開心 但她那一刻 沒有告訴別人 她的小朋友有問題 她就回來跟我們說 我們也問她 為何你不說我小朋友有困難 她的概念就是 其實我小朋友帶出街的時候 她的小朋友很可愛 她的樣子很漂亮 你看上去很正常 所以其實自閉症的小朋友的家長 面對最大的困難就是 在餓人看不出 譬如我殘疾的 或者我盲的 或者各樣 你看到譬如唐氏綜合症的小朋友 你看到的樣子 你還會給多一點同情心 或者給多一點愛心 但自閉症的小朋友是沒有的 他們的樣子全部都一樣 好像很正常 我見到很多都很漂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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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很正常 所以出街的時候 媽媽要捍衛小朋友 我不想讓人知道她是有問題 所以她不說 但當他們選擇不說的時候 久而久之 其實他們承受的壓力是最大的 在這麼多種特殊小朋友的家長情況裏面 他們受的壓力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正如Lauren所說 我們要去做小朋友的工作的同事 其實我們有很多 父母訓練 即是真的教一些家長 其一是輔導他們 即是幫他們疏導 他們也有情緒 其實他們也是人 雖然他們是大人 但其實他們24小時要照顧一個有問題的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情緒很起伏 我們要照顧她的情緒 她的健康 無論是心理和生理上 以及真的給她一些方法 跟我們那一套去配合 即是真的放了學之後 回到家 其實她在這裡可以 即是在我們的課堂上可以很乖 但回到家未必可以的時候 那媽媽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亦都給她一些方法 令到她 除了真的幫她在學業上 言語上可以說得好些 或者學東西厲害些 智力上好些之外 其實那個相處很重要 即是真的給一些方法 媽媽去怎樣去處理到自己的小朋友 就算可能學業成績未必很好 但其實如果他們找到一個方法相處的話 其實幫他們的生活上 真是解決到很多問題 這也是我們 我和Laurence 這間公司整個概念 就是我們去說 每一個小朋友都是獨特 就算他們是自閉症也好 其實他們有很特別的特性 我們要去發掘每一個小朋友 他們的長處 繼而找一些正確的方法 即是幫他們的家長 令到他們 將他們的小朋友變得很可愛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幫助這個家庭 其實我覺得坊間的外界 不是太過認識自閉症的時候 是的 或少許對自閉症也有點不解 例如剛才我媽媽的經歷 在公共交工工具上 有小朋友的患癖的動作 你看下去 你會覺得這個小朋友 這麼可愛 但為什麼媽媽不解 所以其實他們的成長壓力很大 他們也會有尷尬的時候 是的 而且你不容易期望那個家長 在公共的場合 告訴其他人 中國小朋友 中國人也是不喜歡說 是的 其實知道小朋友自閉症 幾歲開始醫療比較好 越早越好的 多數最適當的年齡 是兩歲至兩歲半 有沒有一些是大過一點的 絕對有 有一些會遲些才發現 還有其他中心 做愛訓練在全居 那那些會相對遲些 傳遇一些嗎 好看自己小朋友的特質 是 但是如果你說我們的經驗是 遲一開始 遲了就起步 起步 那就要再加把勁才能做到 是 是 整體上其實小朋友發展的那條線 我們說二至六歲 就真的會向上的很重要 那條斜線 如果我們中間幫到它 其實它上得很快 但是譬如你說六歲打後 其實他們整個成長的發展 那個潛能 其實是會慢一點的 會貶一點的條線 所以我們都 有事情可以做 當然 但是在整個課程的設計 或者進程來計 就真的會可能要下多少少努力 才可以追得回 嗯 是 這樣的情況 其實呢 我們想問問 因為呢 我 就中醫那方面 和你們都夾了一段時間 我知道呢 即是我跟你未夾之前 有些家長 都會找另外一些療法 例如我想說另外 不是西方傳統 就是中醫的療法 有些是接受針拯的 我也有用針拯 但是 我說我那方面 的時候 我想問問 你們小朋友來到的時候 家長跟你們說的時候 你們 本身 對針拯那個 有沒有抗拒 我們就 不抗拒針拯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大前台 是真的幫助小朋友 是 那你們有沒有發覺到 小朋友接受的針拯 有沒有好一點 真的有 聽家長說 特別是一些相對 是輕度一點 不是太嚴重的小朋友 他們針拯回來 他們的進階快很多 譬如是說話 是 上課的專注力 即是可能 當初來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些訓練 在桌上做的訓練 可能是十幾二十秒 已經要四處走 針拯完之後 可以坐到差不多五分鐘 所以 家長很開心 是嗎 相關齊下 嗯 嗯 其實我 拋斷引用 其實說 其實我們中醫 醫治療症 除了喝湯水之外 其實我們針都是可以的 中醫 其實你說針哪個位 當然我們看回 剛才所說的 變不同的精型 這樣 但大體上 我們中醫醫 醫治療症 就是 讓他養生 安慎 讓他定下來 就可以很多 我們臨床上 有些 針拯為主 有幾個位 譬如說 頭頂 其實有四個月的位 四神聰 這些位 家長就會看到 我有時跟家長說 要針頭 他們都很害怕 其實我想告訴家長 其實針頭 不用怕 其實頭骨很硬 我們刺下去的時候 我們都是斜遲下去的 當然 進去頭皮的時候 就有點 冤冤痛痛 但是真的 針完症的效果挺好的 這方面 另外有時 又按一下 我們叫合谷 這些月位 其實我們正常 普通人來說 我們有時間都會按一下 這些位 這些其實是幫助到小朋友 有些觸三餌 我們經常聽到這些月位 其實是幫助到小朋友 但是 如果小朋友是怕刺的話 也有其他方法 就是做推拿的方法 其實推拿的目的 都是令到小朋友 令到他定一點 養心肝臣 脾胃好一點 這樣會定一點 我想特別介紹一下 其實臨床上 有一種 小朋友兩三歲 做得挺好的 就是叫做獵隻 獵隻 就是說 所謂的隻 就是背後面的隻柱 我們喜歡的就是 小朋友用手捏一下 在後面的隻柱 他們就很舒服 其實我們 被人摸摸都舒服 其實那個就是 強化後面的隻柱 譬如是膀胱經 令到小朋友肺也好一點 脾胃也好一點 腎也好一點 腎也好一點 所以其實我想告訴各位觀眾 在醫治治閉症方面 西方醫學 剛才有Lawrence 說過 行為方面治療 中醫方面 有湯水 去治療 另外我們也會用針灸 推拿 各式各樣 目的都是想幫助小朋友 其實來說 剛才我提到 有不同的藥 有益治癌之外 其實那些是藥 本身 但其實 平時家長 其實他都可以 有空 煲一下湯水 用那些藥 為什麼呢 那些藥 都很輕微 又不會有毒性 另外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 譬如說 現在小朋友 最近皮胃很熱 其實未必知道 一定要用什麼益治癌 那些 那些 其實天氣炎熱 有時煲一下冬瓜湯 那些人都 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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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冬瓜 什麼老黃瓜 都是幫助小朋友 知道嗎 除了這方面之外 其實 中醫那方面 我比較知道 但我始終 因為這個節目 叫原來中醫 原份 原的意思 就有原份 其實我對西方醫學 也很有興趣 所以其實我想問問 Lawrence 和Suki 你們臨床上 有什麼特別的個案 可以說一下特別 好像成功 有成功感 基本上 我們做過大大小小 其實我想都超過一百個小朋友 基本上 那 印象深刻一點 有一個小朋友 我想一年半前來找我 他來的時候 是不說話的 即是他有音的 譬如你跟你搶玩具 他會 啊 但是他不會真的 說話去溝通 那 脾氣比較剛烈 那 真的會打人 或者譬如他 他 打不到那些東西的時候 譬如他可能 打到門 或者他哭的時候 哭得很厲害 他會嘔的 那 這一類的問題 會比較多 就開始跟他做訓練 我們就做個別的訓練 他媽媽很努力幫他 真的 帶他來 他都來得很密 他一個星期都來四個小時 媽媽也有在家做訓練 一直訓練的時候 見他的進步很快 因為他來的時候大約三歲左右 然後 我想一年多的時間 其實他現在是基本上 他在學校裡面算是比較厲害的那一班 也有很多他同班的同學 因為看到他這個情況 因為他現在是講到句子 講到長句子 他看到譬如 可能逛街看到一些特別的東西 他會指著 然後告訴媽媽 你看那裏有些甚麼 眼神接觸好很多 現在他遇到不開心 或者在遊戲中輸了 或者有些事情說我們不行 你這樣做錯了 他會忍住 然後可能會流一滴眼淚 那麼厲害 然後他會告訴我 我不開心 這些情緒的處理 是有很大的進步 而他那班同學 也看到他會覺得很大進步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 即他的同學 都會來找我們 在這個情況下 最開心的 除了看到他有很大的進步之外 其實看到媽媽的努力很重要 就是媽媽跟我們的合作 而媽媽看到他的進步 因為媽媽有一陣子 是試過覺得 教不了 都差不多放棄算了 有他 但現在反而媽媽 越看到進步的時候 媽媽自己開心 他會更加努力去做 雙負雙成 變了媽媽跟小朋友的關係 好很多 所以我想這個情況下 看到是很有成功感 是 因為 聽到這個消息 非常開心 為什麼呢 然後我想知道 如果那些家長 那些 他們真的知道 小朋友有智慧症的時候 去找你們 可以嗎 當然 非常歡迎 非常歡迎 你們 其實你們那個 工作室裡面 基本上 他們家長去到的時候 有什麼 第一步有什麼提供給他們 提供給他們 或者有沒有書本 讓他們知道一下 介紹你們的工作室 什麼情況 最方便就是 我們公司的網頁 是嗎 說說你公司的網頁 我公司的網頁比較長 加上我給點心思 聽著 Inspire Kids Workshop inspirekids Workshop.com 我們看看 我們會再詳細寫出來 給各位觀眾聽 其實 剛才是那些 現代的人 最傳統的 其實是打電話 有哪個電話可以打給他們 電話最快的是 三四八五 五二八八 是的 其實 我們想說 就是找到 Lawrence和Suki的時候 同時間 他們在西方醫學 行為治療的方法 之後 其實他們也會 採立中醫治療的方法 為什麼呢 我和Lawrence 他們都夾了很久 接著 又會用湯水 中醫的湯水 食療 幫助小朋友 那些情況 都好像不錯 他們的情況 不錯 他們進展都不錯 最近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即是說 一些 推廣 推廣 活動 讓家長 想找你們更容易 或者 一開始 想試一試 資訊 試一試 有沒有這樣的推廣 你們 基本上 我們現在 在暑假這段期間 特別 如果 發言小朋友 想試一下行為治療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聯絡我們 我們可以提供一個 免費的 一個簡單的評估 是的 評估是 讓我們見一下小朋友 看看他的狀況 我想我們 可以清楚地告訴家長 其實小朋友 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有些家長 帶小朋友來 就說 他頑皮 你幫我教一下他 是 可能原來 家長都不知道 小朋友 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幫他做一個簡單的評估 告訴他 原來 社交上有問題 可能 言語上 我們有什麼方案 可以幫他做 做一個簡單的評估之後 也有30分鐘可以試堂 真的坐下 可以跟小朋友試試 這一套 是否適合他們 可能有些小朋友 很抗拒 也不一定 也讓家長見解 其實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而他們 小朋友 也適不適合 除了個別訓練之外 我們還有小組可以做 小組也可以是免費試堂 所以 如果你真的有發覺 小朋友想來試試 就盡快打給我們 在8月31日之前 我們也會有這個優惠 記住 各位觀眾 8、3、4、8、5、2、8、8 但是 打電話給Lauren和Suki 其實 你也會找到我的 同一時間 如果你們想在蘋果方面 中醫方面幫忙 我也會幫忙 或者你們記不到剛才的電話 打電話進來電台 我們會 工作人員告訴你們 你會找到我們的 今集的時間又足夠了 下一次我們會有第二個題目 今天多謝Laurence和Suki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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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